四月电价可能调涨10%以上 严重冲击民生经济 国民党评估 根据租屋组的现况 不管夏季冬季 每度电平均多收三元 租屋组负担家具 另外交通运输也面临涨价危机 台铁部分已经有在讨论 公路坑也有讨论 他们已经提出很明确的涨幅 短途部分在TPass会吸收 那中长途的部分会部分的补贴 换言之电价一涨 大众运输就怕立刻跟涨 各界担心物价将大变动 很快会出现通膨危机 高铁 台铁 捷运 通都是用电的大户 这些用电的大户一涨的话 再加上很多的餐馆 用电量 电价也要上涨 或者很多的房东 有时候电费是包在租金里面的 租金也会上涨 有东西都要用到电嘛 所以电价只要一涨 所有东西都会涨 人家人说的 什么尽量让物价不会上涨 根本就是骗人 自欺欺人的一种说法 政府费和有绿电 高出台电亏损黑洞 这会如果电价再涨 在野党说 将连来出现蔡政府执政以来的 最高物价涨幅 商界狂轰 错误的能源政策 才导致电价物价全都飙涨 有核能才能够合理的电价 才能稳定的供电 日本有核灾地方都重新建核能 我们台湾没有核灾 怎么可以不考虑核能 核能电价最便宜 一度只有一块钱 风力发电最贵 一度七块钱 所以核能的比例越低的话 电价就越高 费和就会使得我们大家 要付出很庞大的代价 但是民进党并没有找到 用爱来发电 电价经济一条边 当台电跌倒 绿能赚宝 被掏空的是百姓的荷包 日商人民陈珍台北报道 受网了 最后